哈囉 大家好 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今天就是要來火力全開2.0 Rock'n'roll 重火力模式的超強玩法 相信大家都對這個模式非常的有興趣 因為裡面存在了許多專屬於這個模式的玩法 遊戲中基本上是運用著大量的遊戲特殊方案 來進行大規模的重火力攻防戰 即使你的槍法不共益那也沒關係 這個模式的三大重點就是需要靠著大量的戰術 還有大量的道具與武器 載具方案來應戰 那你還想要了解更多嗎? 繼續看下去就對了 Let's go 火力戰場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啦 基本上就是比砲管大小的地方 而這次的版本更新更是比MOBA遊戲的聊天室嘴炮還更激烈啊 首先武器方面呢 這次的更新增加了M202四管火箭炮和AT4A雷射導彈 名副其實四管火箭炮就是可以單發或四發騎射的強力武器 一個炮管打不贏別人 那就來個四管吧 而AT4A雷射式導彈 則是可以在開進或不開進兩種瞄準模式下 射擊後都可以使用雷射牽引追蹤敵人 讓敵人無處可逃 這兩種武器彈藥都是用RPG火箭彈填充 而載具方面新增了武裝DACIA房車 武裝UA力吉普車 武裝Buggy越野車 武裝客貨車 武裝直升機 五種武裝載具 只要前面加上武裝火力都非常的強大 他們各自都搭載了火力強大的新武器 讓追逐戰更加驚心動魄 火箭炮 加特林火焰噴射器 用火箭彈填裝的火箭炮 在遠方就能直接炸翻敵人 加特林使用150連發的7.62口禁子彈瘋狂輸出 值得一提的是火焰噴射器 噴發火焰對敵人造成大量的傷害 近距離時甚至可以噴爆敵方載具 但並不是每個載具都有這三個完美搭配 武裝DACIA房車在車頂和引擎袋加上了 火焰噴射器和火箭炮 少了加特林的裝備 後座的隊友如果要射擊敵人 就必須探出身體 算是比較基礎的組合 而相較於DACI房車 一樣四人座的UAD吉普車 就是三種武器都滿配的完美搭配啦 三人座的武裝客貨車 由於裝備了加特林縮線成三個座位 搭載了火焰噴射器和加特林 而相較於同樣配備但兩人座的巴吉越野車 武裝客貨車的加特林多了防護擋板 有趣的是上面這兩款車子 武裝巴吉越野車、武裝客貨車都加裝了福桶 有了福桶車子就變成水路兩棲車 在水中也有一定的速度 若是想避免被堵橋的狀況 將會是你的首選 不過這時就要小心來自空中的威脅了 對可曾做四人病武器滿配的武裝直升機來說 不管是地面上還是水面上的載具 都是無所盾逃的火把閘 欸?發現了一個密室 密室會隨機在地圖中出現 在密室中將會有許多物質等的各位拾取 例如可以搜索附近範圍內的單兵雷達 操控無人機的UAV控制器 行動緩慢但可以承受大量傷害的防暴服 等等等等 不過密室的門只能用重火力武器打開喔 接著終於搶戰到據點啦 這裡可是兵家必爭之地 美局遊戲開始後在地圖內出現 據點內不僅製備武裝直升機 還滿配所有重火力武器啊 完全就是一個國防部啊 而且只能復活一次的通訊塔 在據點裡竟然可以無限復活 真的太可怕了 此次更新加入不少武器和搭配 戰術和打法上的互補勢必會更加複雜 而隨著重火力武器的新增 彈藥的補給需求也將倍增 所以專門在載具上增加後備箱 可以讓玩家共享道具 無需下車就能透過儲物箱 共享彈藥物資 求生者們會怎麼利用這個新功能呢 有什麼想法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有獎真達來囉 問題你們最喜歡哪輛載具和武器的搭配呢 想要拿到獎品的求生者請分享這部影片 並留言在這部影片下方 就有機會獲得《絕地求生》內官方送出的虛擬或實體獎品 最後跟這部鴨瓶的觀眾朋友 請到Youtube訂閱 G-U-A-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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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也歡迎追蹤《絕地求生》內的官方粉絲團與官方頻道 我是G-U-A-L-O-W 掰掰 有了 G-U-A-L-O-W